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讓觀眾可以看到 就是最真實的那種 沒有模糊的樣子 就有時候一畫完 連我自己都覺得 這看起來太痛了吧 我們把影帝放在這 對不起 這是影帝影帝 是的 躺著轉其實很難 對不對 吃力搖醇耀眼上市 找葵躺著轉 未熙皮開漏戰 連自己都怕 有一個腦袋空空的上市 所以到底找我幹嘛嗎 不知道 幫我 集結超強卡式的愛奇藝 新劇不良執念青廚師 找來金鐘師弟搖醇耀 扮演喪屍 這個角色講的其實就是 對家人的一個不捨 跟對他們的思念 還有生者 要怎麼樣跟侍者告別 對不起我們 欸 這裡有人喔 有這裡影帝影帝 我把影帝放在這 對不起 這是影帝影帝 是的 躺著轉其實很難 對 那有那個卡的時候 我覺得你需要 幫我做一個是牌的 牌的動作 比如像體操他不是會這樣彈起來的嗎 就是這樣 就是有去參考一些喪屍的影片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你的身體 怎麼樣成一個幾何的一個 一個方式去做 或者說怎麼樣讓自己的身體有 比較多立體的轉動啊 怎麼樣看起來可以好像你的頭的身體比較分離 跟義勇對峙的時候 他會像貓一樣的蹲著 或者說他的臉的頭的擺動 就是加一點這樣子的一個 細節進去 印象深刻就是 刻畫 一開始的時候可能 就全部都要做的話 好像 都要做六七個小時 其實這個過程就是 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讓觀眾可以看到就是最 真實那種 就是有時候一畫完 連我自己都覺得 哇這看起來太痛了啦 就是好像你真的 身體被挖掉一塊 此外呢 還有微型女髓黑家家 在劇中挑戰自戀愛 古裝女鬼 就算是個傍晚成品 我還是很美 這個角色呢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自戀的一個人 我就算這樣 還是很好看 比你好看多了 對我而言是有一點困難的 因為在講那樣的台詞情況下 我是會有點想要笑場的 欸你今天吃飯了嗎 OK沒有人接到我的感覺 不知道講什麼啦 剛剛不是說問什麼問題 他都會找到自己的方式 我又說你今天吃飯了嗎 他說啊我不知道 那我很美 OK沒有人懂我 我先去吃飯囉 很美 那我很美 我其實真的 不是一個自戀的人 我覺得比較相似的地方 應該是我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 單純 然後 然後 很天真的 會有點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其實蠻像的 你的味道都蠻像的 其實蠻像的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像 我買到讓你嚇壞了嗎